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特别是做爱情的部分呢 也是因为这个礼拜刚好做的都是综合的嘛 就是爱情财运跟工作运 所以今天就专门做一个是几针对爱情的部分 然后呢也是因为我买了新的这个塔罗牌 然后买了这个是Enchanted Love Tarot跟这个Fortune Telling Card 这个牌很有趣是它四边都有讯息 那就是看它怎么掉出来 我今天是看它怎么掉出来我就怎么念 所以你们会看到牌卡牌的有点奇怪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有一二三三组牌 然后呢针对的是单身暧昧中还有分手断联的 看看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可能告诉你 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方向 那时间轴的部分呢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那大家可以就是留言给我 看看有没有对应到你的状况 没有对应到也没有关系OK 那就表示可能选的那组牌不是属于你的 或今天的讯息就可能没有符合到你就抱歉 因为大众占卜嘛对不对 OK那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我想先这边就先想说 如果就是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就记得帮我订阅分享还有按赞OK 那我们待会我们现在你们选好的话呢 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解拍 OK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 我们这边抽到的这两张牌哦 一个是叫做 carry through your ideas you will be successful 然后第二个是 you will receive an offer regarding money matters 所以我觉得这个general的这个message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你想要做的话呢 那你就要尽情尽快的尽量的去做 因为其实是会成功的 所以你现在有什么东西你太害怕 然后很恐惧 然后一直在想说 要不要要不要怎么做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要不要做 我觉得你可能你可以放手去做 这边写说 carry through your ideas will be successful OK 所以呢 你想要做的东西其实是会成功的 然后另外这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讯息是说 你有可能会被人家告白 或者是给你一个offer 但是它是regarding money matters 所以我们比较有趣是 因为今天是讲爱情的部分 它竟然跑出一个金钱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是 有可能给某一些朋友是说 可能会因为金钱上面的一个往来啊 或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跟这个人有一个连结 OK 你会跟这个有一个人 这个人有一个连结 然后不是说你要去借很大笔的金钱 或他给你借很大笔的金钱之类的 但是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合作关系啊 你开始一起做一件什么东西哦 那然后 你就开始跟这个人有比较密切的来往啊 或什么的 所以这个就是也是有其中一个可能性 OK 是因为金钱的关系让你们连结在一起 说不定是他钱包掉了啊 然后你就帮他捡起来 然后然后递给他 或者是你的钱掉了 然后对方帮你把东西就把那个 把那个帮你捡起来 然后还给你之类的 这都有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说我觉得Carry through your ideas 如果你有想说要告白啊 或者是想要确定关系啊 或者是想要做一个什么 比较大胆的一些行动 是你可能平常不会做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勇敢的试试看哦 应该是会成功的 当然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哦 就是 呃 游泳无谋的话就不太OK哦 所以你计划一下看看怎么做 然后呢 然后再去行动 OK 应该就是会有蛮好的结果 OK 那我们来针对单身的朋友 呃 有什么样子的讯息 OK 单身的朋友我们这边抽到了一个 Queen of Shells 他在平常的塔罗牌里面是这个 圣杯皇后 OK 那这张牌的话也是 呃 呃 他呃 这个正位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yes 我觉得他的yes的意思就是说 呃 因为是单身的朋友嘛 我觉得yes你会 你能够脱单哦 OK 那呃 如果你问我时间长短的话 我觉得 嗯 就只有抽一张牌有点不太能够 能够知道到底是长是短哦 但是呢 可以告诉你的一个讯息是说 你这个对象呢 或者是你OK 你会有非常强烈的直觉感 直觉力 就是呃 会发现 就是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直觉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了 OK 那也有可能是对方啦 他因为这是empath 表示是会有一个非常 就是有可能有一些你知道特殊 呃 叫那叫什么特异功能之类的 OK 所以不管是说你可能 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做梦啊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快要见碰到你要 就是你的对象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做梦啊 然后会会有 然后或者是突然间会有一个那种急事感 觉得是似曾相似的感觉 OK 然后呢 我觉得还有就是 你会觉得对方好像 你可以看进他的心心里面 或者是你看跟他对视的时候 会感觉到他好像把你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那种有一种那种 无言的心灵上面的交流 OK empath 对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圣杯黄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是借由可能去 比如说做一些公益啊 什么样的的一些这样子的那种活动 说不定就可以 呃 比较容易遇到这个 你的这一个对象 OK 因为这个就是你知道 感受力很强的一组哦 所以我觉得你是那种就是 很富有同情心 而且我觉得对方应该也是哦 就是又富有同情心 然后非常的 就是热 感情很丰富的那一种 OK 所以我觉得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啊 或者是去什么做一些义工啊 制工啊 可能就会很容易碰到这一个对象哦 所以如果想脱单的朋友的话呢 这个是我感觉到的这个能量哦 抽到这一张牌 OK 那么 下一个是 曖昧跟这个 曖昧 曖昧中的 OK 曖昧中的这边 我们调出了两张牌哦 一张是 Queen of Wings 他这个Wings是这个 宝剑牌 OK 然后这边 另外一张又是一个Wings 但是是 宝剑5哦 宝剑5的话 他逆位了 OK 所以 嗯 曖昧中 Queen of Wings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5 of Wings 5 of Wings 这个逆位的话 他也是表示是一个No No不是说 你不会 跟这对象没有什么结果的意思哦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Queen of Wings 这个是 我记得是 Maybe OK 但是呢 嗯 Maybe and No 的意思 我觉得 OK 因为你 我觉得你太理性了 你太你非常的理性 OK 然后呢 我觉得你也很害怕失败 OK 这边是Defeat 我觉得你很害怕失败 所以呢 我觉得 你跟这个暧昧的对象 可能你很害怕 踏出那一步 OK 你很害怕 踏出那一步 或者是对方 也很害怕失败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踏出那一步 然后Queen of Wings 你知道宝剑皇后的话呢 也是一个非常的 理性的一个人哦 所以呢 嗯 你看他叫 Analyst 所以他喜欢 分析所有的状况 然后呢 希望可以让 所有的事情 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所以我觉得 在暧昧中的人的话呢 就是你可能需要 就是非常的 直接了当 OK 或者是对方 其实也是一个 还蛮直接了当的人哦 所以 嗯 你不应该 不要害怕 就是说会失败 然后就不敢 不敢踏出那一步哦 这个 这个Queen of Wings 毕竟他是先出出来的一张牌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主要的能量 嗯 就表示说 其实 嗯 你应该 嗯 就 就是 我觉得 直接了当是一件 就还蛮 蛮适合的事情哦 而且 我们 我们不是一开始 这一张牌也出出了这一张 Carry through your idea You will be successful 所以呢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 你知道 嗯 你如果真的就是 有点受够了 这种 暧昧不清的状况的话呢 我觉得干脆 就是 干脆就是 让自己 嗯 鼓起勇气啊 或者是直接就问对方 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想要跟你交往的意愿 OK 因为 最坏也就是这个嘛 The Feet 就是没有结果嘛 对吧 嗯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你也喜欢就是 干脆了断的 干脆直接的这种 这种方式 OK 所以如果真的对方说 不 哦 对不起我对你 没有那样子的感觉的话呢 其实 我想你 你也会就是 很 心 也不是说心然啊 但你就会 接受吧 你也 你也就会接受了 然后你就 我觉得就让你 你就会 可以 可以 嗯 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这一个对象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的 去找新的对象 对不对 所以也可以就是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觉得这一个 这一个牌组给我的室内 给我的比较大的 那个感觉 是说就是 嗯 直接了当 然后 我觉得对方 其实也许对你 还蛮好的 然后 嗯 当然啦 就是我觉得你们 是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 理性的能量 非常强 所以 其实 直接了当 会是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 然后这张 defeat就是 最坏的打算 就是 就是 不成功嘛 对吧 嗯 虽然我们这边 有一个 嗯 carry through are there you'll be successful 那 但是 我觉得你就 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对吧 然后 嗯 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的话 嗯 即使失败 你可能也不会 那么的不开心 而且你就可以想说 那我就 那我就 朝下一个目标前进 OK 但是成功了的话 就更好啦 你们就可以 关系就可以 大要紧 不是更好吗 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OK 嗯 嗯 我觉得 这个是给这个 暧昧中的 一个讯息 跟建议 OK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 不管是你 还是对方啊 你们应该都是 还蛮 嗯 其实蛮挑剔的 OK 你们其实是 还蛮挑剔的人 所以 嗯 真的你能够 看上眼的 应该不多啦 但是 嗯 对方也应该 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有可能 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 就是你知道 现在一直在暧昧 然后也不好好的 确定关系 这样子 然后 这样 这样子 对 嗯 所以如果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 就是受够了 这个暧昧不轻的 然后又时间拖的 太长了的话呢 嗯 因为其实 暧昧中 应该是还蛮开心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来测 想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你已经受够了 这样的状况 那还不如就 直接了当的问 然后 然后 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那 有 成功了 当然更好 然后不成功的话 你也可以就不用 再浪费时间 在这个人身上了 这个就是 这个给暧昧中的人的讯息 OK 那最后分手断练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嗯 分手或者断练 OK 因为有些人分手并不一定 断练啊 还可能还是朋友 对吧 嗯 所以 这边是 是这个 Ace of Roses 它这个是权杖一 这是passion 所以呢 这张牌是一个yes 所以如果是分手或断练的群组 OK 那 我觉得你们复合的机会很高 OK yes 复合的机会非常高 而且呢 其实对方应该还蛮喜欢你的 所以 我觉得断练的朋友 有点诡异 为什么会断练 嗯 断练会不会是因为 其实是你 比较 你可能不是那么想要在那个 在跟对方有很大的连结呢 嗯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复合的话啦 OK 其实是有很大的可能 OK 让 想要复联的人 如果你现在采取主动的话 你也可以 我觉得会有 会获取成功 采取 这边嘛 Carry through your ideas you will be successful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哦 我觉得你主动不是写那种 你好吗 这种哦 这种当然会被人家 已读不回啊 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好写的 嗯 我个人啦 我个人 自己很 就是不是很特别喜欢人家问我说 How are you 这种 这种 这种问题哦 因为我就想说 如果我说 我不好 你想听吗 那 那你问这个问题就是 好像 好像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讲 然后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所以才写这样子的 所以应该要想一个方式是 嗯 让对方 非回答不可的方式 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 容易好测出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建议是 是我个人的建议啦 不是牌的建议 就说你要给人家一个 他非回答不可的一个 一个问题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你是丢什么 那种笑话或什么的话 嗯 当然对方可以看一看 然后就哈哈哈哈 那也不是说非回不可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你看哦 断联的那个 会不会是因为 你写的东西 对方并不是一个 非回答不可的一个 一个讯息 OK 所以你可能 可能可以试试看 用不一样的方式哦 嗯 那想要复合的人的话呢 我觉得是 的确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存障仪 OK 所以嗯 但是你就是要再重燃起 对方跟对方的这个热情 OK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说不定可以用这个 用一个这种 Receive an offer regarding money matters 我觉得可以利用 比如说 什么一个机会 让你们要一起合作 一样什么东西 说不定就可以增加 彼此见面的机会 然后复合的机率 也会比较高 OK 我是这样认为啦 所以你要增加 让彼此可以见面的 非见面不可 OK 的一个理由或机会 嗯 这样子的话 也许复合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 那断联的群组也是哦 就是你要让 要写一个是让人家 非回答不可的 的那个 那你这样子 复联的机会 应该也会比较高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给一号牌组的 单身 暧昧中 还有分手断联的讯息 OK 嗯 你可以在下面的人员 就告诉我 这样子有没有 回答到 你们的问题 或者符合到 你们的状况 OK 那也不要忘记 帮我分享 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OK 二号牌组的朋友 你们抽到的这两张牌是 You are loved by real people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soon 所以呢 这个二号牌组的 我觉得这两张牌超好的 因为 这张牌有点诡异啦 是You are loved by real people 那 real就是真实的人 所以我在想说 嗯 还有假的人吗 但是应该意思是说 这些人是很真诚的 OK 很 嗯 不是那种假情假意的啦 应该意思是这个样子 OK 然后而且这边是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soon 嗯 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是 出色单身 跟爱妹中 还有分手锻炼的 所以你说真的会 Marriage 马上就到要结婚这一个地步 应该 嗯 小困难啦 但是 也许 这一个对象 会是 你将来可能 可以结婚的对象 是没有错 OK 是 这个 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意思 或者是说 你们这个对象 是的确 有机会 非常有非常大的 可能可以交往的 OK 我们先来看牌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跟这两张牌 有连结到 OK 我们先看 担心的朋友 OK 担心的朋友 我们这边抽到了 这个 这个是那个 这个8 of gems 是金币八 perfectionism OK 这个这一张牌 如果我记得 没有错的话 它逆位 也是 也是一个yes 所以我觉得 嗯 我觉得啦 因为这个是 perfectionism 我觉得你们 二号牌组的单身朋友 可能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 OK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所以它逆位的话 我觉得是要告诉你说 不要这么的要求完美 OK 因为世界上 其实没有真正完美的人 那 当然我们都可以要求完美 要自己做的 尽善 尽 要求啊 但是真正 就世界上也没有完美完美的人 我们自己也不是完美对吧 那 只要是适合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可能你要降低一下你的条件 也不能说降低啦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你应该 挑选出你觉得最重要的条件 OK 我觉得不能要求 所有的条件都完美 但是 你可以要求你 有一两样是 一定非要不可的条件 那 我觉得 那样子 达成的几率比较高 OK 达成的几率比较高 那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呢 我觉得 嗯 毕竟还是这个 这个反胃的部分 所以呢 嗯 你 你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 也是用这个完美主义来 来 当做一个借口吧 我觉得 你也是当做一个借口 就是说 嗯 你希望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完美对象 因为其实 会不会是你 其实还 并没有准备好真正的 进入一个关系里面 OK 嗯 你虽然一直想说 我好想脱单 好想脱单哦 我不想要再单身了 可是呢 嗯 真正遇到了那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又会 挑剔对方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因为其实 你有 你 你自己也很害怕 会被人家束缚 会被 嗯 这个 或者是说 你太害怕 自己不够完美 对对方 然后 很害怕被对方嫌弃 然后这样子 反而是对你的自尊心变成 很大的一个打击 嗯 我觉得你要放下这样子的控制欲啦 应该是这样子 OK 因为我觉得你 应该要放下控制欲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身边是很多对象的 你看 You're loved by real people 而且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所以我觉得 而且这张牌 这张牌非常好 我是这个 这个牌卡里面的话 它是正位跟逆位 其实都是yes的意思 OK 嗯 只是我觉得逆位的话是 你可能真的 嗯 你追求完美是 其实是对 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所以你很害怕 被别人拒绝 然后这个就是你单身的原因 嗯 你碰到对方 对方 因为你有很多的条件 然后你说对方也要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对方真的都符合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天啊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我要求对方这样子的话 对方会不会也嫌弃我 也觉得我没有符合到他的一些某个点 你就会一直一直想要做很完美的一个对象啊 然后一直无止境的付出 无止境的给予 然后因为你想要做一个完美的对方 完美的 心中完美的那个情人 所以我觉得你要放弃这样子的 那个也许是也是为什么之前的恋情会失败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不要追求完美很好啦 但是那个不能够是变成是你自卑的原因 OK 然后然后去那个 然后就裹足不前的原因 OK 所以因为这边你看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对象应该是 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随时应该都都可以碰得到 OK 只要 不是说降低 但是选出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剩下来的话 我觉得 你知道我很喜欢英文的一个字哦 其实任何英文的字哦 只要前面是im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非常喜欢 因为它非常有趣哦 im这个英文字是im im加在任何其他的字的前面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是不什么什么 对不对 就变成是一个负面的 比如说possible是可能嘛 那impossible就变成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perfect是完美嘛 imperfect就是不完美嘛 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这样子的 OK 很多这样子的字 那我只是就举两个例子哦 但是呢 可是你知道英文字有趣的是这个im这个字啊 如果你把它 就我现在这样子讲 其实你也可以是i 然后你中间加一个 那个上面的那个逗号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i am 他不是contract以后 他就变成是i am i'm 对不对 但是你讲am的时候 am它的pronunciation 它的发音也是am 就是所以呢 你在拼它这个的时候 就是i am perfect i am possible 对不对 所以它是imperfect 但是它imperfect 不完美其实就是完美 OK 不可能其实就是可能 就只是看我们怎么去想而已 所以imperfect就是i am perfect impossible就是i am possible OK 所以就这样想就好了 我只是刚好可以share一下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这个i am这个东西 OK 好 所以这个是给单身朋友的一个讯息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 暧昧中的 暧昧中的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 ace of gems 是金币一哦 金币一的话 它也是正逆位都是yes的意思 OK 那这边是reward 我觉得逆位的话呢 不表示no 它也是yes 只是它 我觉得它有点迟到的意思 就说 你想要的这一个reward OK 这个奖励哦 可能会有一点晚才会到 OK 就说需要一点时间啦 应该这样讲 会需要一点时间 那而且呢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机会 OK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机会 就是让你可以跟这个人正式开始 OK 因为它也是开始的意思嘛 ace of gems 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可以跟这个暧昧对象 开始一段稳定的关系哦 因为它又是金币一 OK 金币的这个能量 所以是一个稳定的关系 是有机会可以开始一个稳定的关系 但是 就是 但是就是会有一点的累 OK 有一点会 不是马上 OK 你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还需要在一些时间 而且这个对象呢 我们这边前面也抽到了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soon 跟这个 所以如果这个对象是这么棒的对象的话 你就小小等待了一下也没有关系哦 所以这个给暧昧中的人的一个讯息 应该就是说 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或者是说 再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OK 我觉得 我觉得 可能还有一些东西 需要 对方可能还要再想清楚 还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二号牌主 你就是暧昧中嘛 你就再享受一下吧 就把这个暧昧的这一个情况当作是一个享受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比较 你的对象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一个对象 OK 所以呢 嗯 我觉得当他准备好的时候 当他准备好的时候 你就等着 那个收获你的奖励 OK 就等他准备好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真的开始一段 稳定的 一个 一段关系 OK 而且呢 这个人可能就是会引造 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的 而且他是 就是他非常真诚 非常诚恳的一个人 所以呢 他也 他希望这一个 嗯 这个关系就是可以 稳定的走下去 所以 再给他一些时间吧 这是给暧昧中的 嗯 关系的人的一个讯息 OK 那我们这边是二号的话 最后一个是分手或者断联 因为嗯 我是说分手或者断联 因为有些分手不见得断联 OK 嗯 那所以不管你就是要想要复联 或想要复合的人的话呢 你们这边抽到了一个 Hirephant 一张大牌 是这个 教皇 教皇牌呢 其实我觉得 是一张非常 还不错的牌 而且呢 他正位的话是真的还不错 OK 正位这张牌很好 因为他就代表着 很传统 OK 然后呢 也代表着 有结婚的 运的 这张牌也代表 有结婚的 能量的 OK 嗯 所以呢 我觉得啦 之前 如果分手或断联的话 是不是因为 我觉得 不晓得为什么 我有感觉 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吗 你们分手或者是断联 有可能是因为结婚 就是之前也是因为 太 可能是你吧 太想要结婚了 所以让对方很有压力 所以嗯 就是分手了 OK 嗯 或者是 断联 断联其实就 分手了以后断联嘛 那嗯 可能或者是 对方就是那种 比较有逃避的心态 所以断联了 OK 但是我觉得 嗯 你 而且呢 我觉得对方 其实 可能还没有 就是我觉得 不晓得为什么 我觉得有一种 还 就是 压 有一点压力的感觉吧 可能是因为 孩儿粉一 一听到结婚 就觉得 对不对 然后 嗯 又很传统 或者是对方很传统啦 那嗯 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中 其实是有一些 是非传统的 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 所以造成你们分手 或者是断联 OK 嗯 但是呢 这张牌 还是是一个yes的牌 也不是能说yes啦 maybe啦 应该是说maybe 他不是一个yes的牌 他是maybe的牌哦 就说嗯 如果你必须要按照着传统的方式去走的话 就比较有可能哦 所以或者是会不会是因为 嗯 你啦 你或者你可能比较标新利益一点 OK 然后对方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有可能 然后所以呢 嗯 你们在某一些的观念啊观点上面 其实是不太合的 所以造成了你们之前的分手 OK 所以呢 你们现在如果想要分 想要复合或复远的话呢 你们必须要从观念上面 去做一个契合 做一个整合 OK 所以你们之前的问题呢 嗯 我觉得应该是跟一些三观的关系有关 OK 你们要去做一些调整哦 然后才有办法可以再走在一起 而且这一张牌哦 出现就是 我觉得是比较多这种 responsibility 那种责任感的感觉很多 所以并不是真的 我觉得你也要想一下 就是说 你想跟这个结婚 这个人结婚啊 或者跟这个人在一起 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还是只是因为 你想要结婚而 而 你想要结婚了 然后现在又没有别的对象 然后 嗯 然后这个人 好像就是哦 他还其实还蛮稳定的 所以他很适合结婚 所以你才想要跟这个人 复联或复合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想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喜欢这个人 所以想要跟他 永远永远在一起 跟他有结婚的这种 这种 这种想法 OK 还是 还是你只是单纯的 因为年龄到了 该结婚了 然后 或者说应该 好像这个年龄 应该要稳定下来了 所以 然后也没有别人 然后所以你才想要 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应该要再想一下 嗯 就说 想要跟这个人 复合跟复联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边又出现了 A marriage will take place soon 所以 其实如果 是想要结婚啊 或什么的话 就说你要按照 非常传统的这种方式 去走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OK 是你们是可以复合 或复联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新兴人类的啊 或者是你是比较 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的那样子 然后对方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你们 或者是反过来 OK 因为是大众占卜 或者是反过来的话 嗯 在本质上面 如果很不同的话 其实 即使 复联或复合的 那 但能不能很长久 是一个问题 OK 就算可以的话 那而且呢 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喜欢很free的人的话 对方这种 非常传统的个性 可能会让你 其实有点窒息 或者是反过来 你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人 一定要这样 这样 这样 然后对方是一个 比较 嗯 无拘无束 然后很 很射手 或者是 很这种双子啊 或什么这样子的 一个能量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 呃 好像有点 被束缚的感觉 透不过气哦 所以 嗯 有这个可能是可以 复合或复联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们的 之前分手的那个问题点 没有解决的话呢 呃 即使复合或复联 可能之后还是 很有可能会 会 还是会分开 OK 所以这个是给 分手跟复联 呃 分手跟断联的人的一个讯息 OK 那 不是说不可能 我觉得是可能 但是你们就是要去磨 要 要 有很多东西 是要去磨合的 OK 嗯 你磨合成功了的话 就真的会结婚哦 OK 这个是marriage 这张牌 也是一个 婚姻牌的 OK 在爱情 爱情的占卜里面 也是算婚姻牌 所以这个是给 二号牌组的一个解释 然后呢 可以在下面 帮我留言 告诉我 这有没有符合到 你的状况 然后 嗯 不要忘记帮我 订阅 分享 还有按赞 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我们下一次 影片再见咯 拜拜 然后最后是三号牌组 我们今天抽到的是 You are inclined to rule and help people You are going to move to a new house Don't give up hope 然后这个是 Being true to a friend Will injure your future Be careful OK You are inclined to rule and help people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 他这个是想说 你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OK 你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你的对象 可能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OK 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 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 我觉得 嗯 不晓得为什么 突然就是 脑袋闪过一个 善有善爆的这种感觉 OK 不晓得为什么 然后突然又想到了一个是 韩剧里面不是常常说 哇 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对象 啊 前世救国了 有点是那种感觉 OK 这边是 You are going to move to a new house Do not give up hope 这个我觉得 他说你是要去 搬到一个新家 不要放弃 OK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意思 New house 因为我们今天是念爱情的这个 所以呢 这个关于爱情的部分 我会认为说 嗯 会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哦 你很快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嗯 所以呢 你不要 嗯 太失望 然后不要放弃 就是 不要不要 对 不要放弃希望 OK 然后 Being true to a friend will injure your future Be careful 我觉得这个牌很 很很很 interesting 他说你 当你对一个朋友非常好 非常真诚的时候 会 会对你的未来造成伤害哦 睡觉你要小心 嗯 我觉得在这个爱情牌里面 念到这一句话 让我只有感觉到 就说 你要想小心哦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会 会 破坏你的感情啊 嗯 不管男生或女生哦 所以 嗯 我说比如说 你现在是女生 然后你要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 这个friend可能是男的或女的 然后他就破坏你们的关系 有可能会是因为 哦 那个男生也喜欢你 那如果也有可能是个女的 那是不是那个女生 喜欢那个男生呢 那 嗯 不管性别的话 比如说如果是男男 那也一样 是不是有一个女生 他不管他 就是他喜欢男生 他就是喜欢你 然后 或你的对象 然后就要搞破坏 都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呢 我觉得你要 这个我觉得意思是叫 你要看清 看清你的朋友 OK 然后 甚至要看清你的对象 因为你的对象 如果你没有选好你的对象的话 他也有可能就是让你的future很惨 很sad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也是要小心 我觉得算是比较像是一个警告 或者一个warning OK 嗯 但是应该是 就是叫你不要放弃 如果你之前就是常常 遇到 遇到很 很不好的人啊 什么的 应该你很快会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会有一个 呀 会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或者甚至如果 说不定会要 一起铸造 就是 同居啊 或什么的都有可能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单身朋友有什么讯息哦 这边是出现了Magician 然后跟这个是 Five of Gems哦 Five of Gems 这个是Anxiety哦 Anxiety意思就是 有点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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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xiety中文是什么 突然想不起来 Anxiety就是 非常的 焦躁 嗯 焦躁的意思 那这个逆位的时候呢 嗯 嗯 还是有这种焦躁的感觉哦 他其实是 我记得他逆位好像也是 还是一个no的牌哦 嗯 不表 不是 不是意思说 你就不能脱单啦 因为我们这边Magician是个yes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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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算是一个辅助 因为 嗯 因为其他都掉一张嘛 你们掉两张牌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辅助牌 OK 所以Magician的话是说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OK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就是这个啊 You are inclined to rule and help people 所以我觉得 Magician啦 嗯 魔术师嘛 其实 我觉得你想要的什么东西哦 其实你自己就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未来 OK 所以你现在单身会不会其实是 你自己造成的 因为你一直以来 你都觉得单身其实蛮好的 嗯 你都觉得单身蛮好的 那现在呢 你可能就是想要 想说啊 我现在想要脱单了 终于有这样想了 OK 那我觉得一旦你这样想的时候呢 一旦你这样想的时候呢 这个你知道就会 Magic就会出现了 OK 嗯 我觉得有点像吸引力法则那样子的 OK 或者是 这个 我觉得这张牌也让我有那种 manifestation的感觉 这个中文 manifest 我不确定是 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 Magician通常也是有这种 manifest的意思 就是说 你会吸引很多东西到你的身边 然后你会把所有的东西 会梦想成真哦 让它发生 OK 嗯 所以这个是说 我觉得很快奇迹就要发生的意思 也是 也是有这样子的意思 因为是magic嘛 magician 你看这旁边这太阳多大 然后 而且太阳那么烫 他还可以 他还可以你知道 这样 手还靠着太阳这么近 对不对 所以呢 嗯 然后他又抱了这个 这个应该是太阳神吧 我觉得很像 或者是那个酒神 他不是就是 诶是酒神吗 因为是 那个抱着那个琴 一直一直弹的那个是谁 adonis好像 嗯 他是一个凡人 但是他是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一个 一个希腊 那个连维纳斯都很爱的一个凡人 OK 然后 所有人都爱这个男生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男生 只是男生 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OK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你 很想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呢 我觉得你多才多艺 然后呢 嗯 或者是你 其实你喜欢的对方 对象哦 是像 嗯 adonis一样这样 这个 一样这么完美的一个人哦 多幼 而且多才多艺 然后又是你知道这样 这就像一个那个啊 我觉得像那种希腊神 希腊的那种神帝 那种雕像的感觉 OK 所以我觉得你很快应该会遇到一个 就是像这样子 长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人 OK 嗯 我觉得 你 嗯 所以呢 我觉得 你如果要脱单的话 OK 因为我就说之前我觉得你一直单身的话呢 应该是自己造成的 因为你并不想要脱单 OK 那你既然现在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就是需要 嗯 你甚至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多去看一些那些吸引力法则的那些影片 OK 去看一下那些影片啊 然后看看他们 嗯 就讲一些就是 其实我 我看到那些影片都英文的 你们可以下面回馈一下给我 有没有人做中文的这种 这种manifest的这种影片哦 如果不多的话 我也觉得 我可以考虑开始做一些中文的 这种manifest 讲这种心理力法则 manifestation这种的影片哦 就他会讲说 你是最好的啊 你是最棒的啊 然后你就是可以多听一些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你就说 然后然后吸引你的 你的你的对象来到你的身边 因为他那些那个那些 那些影片啊 里面他其实也会讲说 嗯 你你你喜欢的人很快就会来了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就是一些这样子的影片 然后呢 他也有在讲说 你可以开始把你喜欢的对象 你想要的对方的这种特质啊 样子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越详细越好 OK 然后呢 你就列十点下来 比如说他你希望他长相是怎么样子 他的这个金钱观是什么样子 爱家庭观是什么样子 爱情观是什么样子 然后就这三观嘛 然后还有所有的 嗯 比如说他的工作啊 他喜欢的兴趣啊 等等等等等等 OK 嗯 你都可以这样去去去去 把它写下来哦 那嗯 我知道我一直在讲这个 都没有讲到这一张卡牌哦 这张anxiety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因为你开始觉得 天哪 嗯 年龄快要到了 所以你会突然有这种 焦躁不堪的 就是突然觉得发现 哇 我怎么 我怎么还是单身 然后单身旁的朋友 都已经 可能有对象啊 会要结婚了 OK 所以我觉得是 我觉得你的这个anxiety 是你的环境让你感觉 就是开始有点焦躁不安 很想要脱单这样子的 这个 所以嗯 如果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而你不是真心想要脱单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 你 你能够脱单的这个几率就不大 OK 但是如果你是真心自己想要 就是觉得 天哪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 多好 我可以跟他分享所有的事情啊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依靠啊 然后我也可以让他依靠啊 我们可以互相的这种扶持啊 互相的这种敬爱啊 然后喜欢啊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象 我觉得很棒 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一个信念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很快的吸引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到你的身边来哦 那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你也可以开始就是写下来 就说 哎 我想要的这些 这些这个样子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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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觉得你你的你的你的目标越清楚的话 你这个这个对象 呃 越能够很快的到你的身边来 而且这边你看 You are going to move to a new house 我觉得你就是很快 可以attract一个稳定的关心到你的身边来哦 OK 嗯 maybe这个 Being true to a front will enjoy every future 就说 我觉得是你的身边的朋友 让你有这种很大的这种 焦躁感 OK 那不要让别人影响你 你做自己最重要 OK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做自己 你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 然后按照自己想要的 想去做的 然后去做 你想脱单的话呢 那么就 你是真的自己想要脱单 而不是别人觉得你应该要脱单 那么你就 很快能够 attract到一个很好的人 到你的身边 OK 那么 暧昧的对人的话呢 我们抽到了 Prince of Shells哦 这张牌是 我们这边是 是正位 OK 那这张牌它上面写的是 Charmer Charmer Charmer的意思哦 就是 很有魅力 OK 它这个 Prince of Shells 也是 圣杯骑士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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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量 OK 圣杯骑士就是一个会 其实有点花花公子 花花公主的 这种特质 OK 那 你说 你跟这个暧昧的对象 有没有可能可以发展到一段关系 这张牌的话其实是 Maybe OK 有可能 但 有可能的意思是因为 我觉得你要确定这个人哦 是真的只有对你特别好 而不是一个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人哦 所以你要确定他 暧昧的对象其实只有你而不是他有好多的暧昧对象 然后你知道网撒一堆然后看哪一个上口那一种感觉 因为这个对象是就是一个会非常甜言蜜语的一个对象 而且是一个白马王子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很多人会喜欢他的那一种 OK 也许哦 白马王子我们通常就会想说对方一定长得很好看或者怎么样 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刚刚就是突然一股一个感觉 就是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对方长得好看就一定是有很多 会有很多对象 有的时候是他非常风趣幽默 也有可能就有好多女生会喜欢 有一些女生反而不喜欢长得特别好看的 他反而喜欢知书达理的啦 他喜欢幽默风趣的啦 这种 然后尤其这个又是Charmer 他就是嘴巴他很会说话 OK 这种的这种的男生或女生呢 我觉得会比长得好看 但性格很差的人 更容易有更多人喜欢他 OK 所以呢 你要确定说你的 你没有很多的情敌 然后他呢也不是人人好的那一种对象 OK 这个也 maybe这一张牌也是就这个意思 Being true to a friend will injure your future OK 所以呢你要小心就说 你如果把你所有的感情都放在这一个人身上 希望他就是那一个对的那个人的话呢 你要小心 小心哦 你要小心 我觉得你要再多观察一下 如果暧昧中的 的人的这个 你们现在正在暧昧的这个对象 你要小心 再多观察一下这个人 他是不是 不是一个中央空调或者是中央暖炉 OK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当然没有错 但是他如果不能够专一的对你一个人 然后你又是一个需要是一个稳定交往的 的的的这样子个性的人的话呢 那也许这个暧昧对象就不是那么OK哦 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是想说 我也是想要多方常试啊 然后跟他 我也有很多其他暧昧对象 然后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OK 那那那也无所谓 对不对 那你也是想要就是你也还是在想 没有想要定下来 还想要再多看看多交往的这种 这种状态或状况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对象应该还不错 你应该会有非常快乐的时光 OK 会有很快乐的这种时光 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定下来的话 跟这个人有一段稳定的关系的话 那你可能要再多观察 要再小心一点 OK 这是给暧昧中的 的一个讯息 那么我们看分手或者断连 那这边出现了 Six of Roses Roses是Wants的权杖6 OK Victory OK 这张牌哦 就是不管正反 都是yes的一张牌 OK 分手或者断连 我会特别是说 分手或者断连的原因是因为 有的时候分手并不见得一定断连 OK 所以呢 我觉得啦就说你应该就是你们想要复合的这个几率非常高 而且我觉得而且会成功OK会成功 我看一下其他的牌会不会成功 你们这一组成功几率最高 因为另外一组是 Ace of Rose 它只是就是说会有一个有这个复合的可能啦 重新开始的机会 但你这边就是直接就成功OK 所以呢 你们要复合或复连的话成功几率非常高 而且就是就Victory啦 就直接告诉你OK啦 那我还要继续讲吗 我觉得你们应该现在就已经 再不往这个成功的路上了 我觉得你们的断连并也不是真正的断连 我觉得你们的断连 你所谓的断连只是说 好久 一两天三四天 这个人都没有回应 并不是说已经断连这样四五六七八个月的那一种 所以你只是就是这个人不像以前那样子这么长 你知道秒回那样子的 你就觉得算是断连了OK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你们并不算真正的断连OK 那如果想要复合的对象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因为你们并没有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没有真正断掉的 的那种分手的状况OK状态 所以呢 你们想要真的想要复合的机会也非常的高 而且我相信其实热情都还是在哦 我不确定为什么你们之前会分开 但是 会不会是因为有第三者啊 Being true to a friend will enjoy your future 有可能你们之间有可能是因为第三者的关系 所以分开了 所以其实并 所以并不是说 说不定是你退让 或者是对方说 哦 被你发现了 或是什么样子 那你现在 那个人后来觉得 就是你的对象发现了 还是你最好哦 所以呢 他现在想要回来跟你复合 也是很有可能的 OK 表示说 当初你们分开 并不是 已经没有感情的 我觉得是 你们并不是没有感情而分开 是因为某些因素 有可能是第三者啊 但是也有可能是家庭的因素啊 或者是其他朋友的因素 或者是一些误会 OK 造成你们分开 所以呢 呃 你们现在想要复合的几率 就是还蛮高的 OK 那这就是给第三组的 这个一个讯息 OK 那么 呃 可以在下面留言处 告诉我 有没有对应到你们的状况 然后呢 不要忘记帮我订阅分享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